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兴话方言演唱 就称兴话戏 发展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 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被称为宋元南戏的活画史 蒲仙戏是蒲天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看戏 听戏 还得是上阿妹P的唱戏 大家口中的阿妹P本名黄宝珍 黄宝珍从小就常常待在祠堂里陪着姐姐拍戏 耳濡目染 十二岁那年在姐姐的带领下进入蒲田新一封戏班 因嗓子极佳被名古师雷成青上时 于是留班学习 黄宝珍的唱段还曾与梅兰芳 周姓芳等全国名家 一起被收入中国兴趣艺术家唱枪选 五线戏 布 手 肩三个基本表演科技 手部动作要求上不过眉 下不过肚 特别是龟门蛋的动作 举手投足前必须符合身份地位的要求 我们一家学的会他会 不能超过这个肩膀 掌心在同一方向地称为顺化 掌心不在同方向称为繁华 掌心相对称为赵手 用虚拟手势表达人物思想感情 称为泥手 有的老师严格的时候就拿一个铜绑 铺监系中的步伐都与肩部同作相配搭使用 祝英台唱祝云飞走百二跌步 眼光只斜过那椅子上 用肩膀轻轻地搓 悄悄地推 黄宝珍从一以来 始终坚持要赋予角色灵魂 教导学生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性格 情感反复琢磨 真正地进入角色的情感世界 他是得意双心的 普鲜戏表演艺术家 他是天才勤奋的普鲜戏名当 以戏为生 黄宝珍亲近所有 坚守着对普鲜戏的热爱 倾囊相受 艺术的传承 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勤奋付出 洗净千华 以木木铺仙戏剧传递出的 是这片土地上文化的积淀与内涵 Ee Ee 鸡鸡鸡